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呼吁大家别忘了分享和点赞我们今天的直播 当然当然也要点赞我们的爱生活专业 还有南洋商报专业就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主人家 呼吁更多朋友来一起收看我们的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爱生活专业 爱生活专业是新生活报的专属脸书专业 创立于2016年是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 大家都已经从线下转到线上了 所以我们的媒体当然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开设了这个脸书专业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全面的接触读者 可以跟大家带来最快速及时的新闻 跟第一时间的互动 更好的互动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而新生活报是创刊于1972年的三日刊 现在已经转型成周刊 虽然从一个礼拜两期改成一个礼拜一期 但内容是加倍的 一点也没有减少 内容是加倍的 而且在去年开始也已经扩充了它里面的内容 不只是以前比较小报形式 比较娱乐 比较生活化的一些新闻的报道的文章之外 现在也加入了政治时事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的购买 也值得大家的支持 想要支持新生活报的独有 可以到我们的爱生活专业里面 有专属的订购的连接 在马来西亚办纸媒 尤其是我们中文的纸媒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大家除了要follow 要like我们的爱生活专业之外 也希望有能力的独有 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实体新生活报 支持这个历史悠久的新生活报 年纪比我还老 能力许可的话可以订阅 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也说一说 我们的政经800直播 政论节目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在今年初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的观赏记录 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记录 所以在这里也恭喜我们的爱生活专业的 很有心很有heart的主办人 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主讲人 达到了100万的收看人次 所以爱生活专业也已经推出了冠名广告服务 帮助有需要的商家 可以推广他的生意和推广他的产品 有需要的观众可以私讯我们的爱生活专业 或联系V命 V命的电话号码是0123155532 想要打广告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爱生活专业 说完开场白之后 就要介绍我们今日的重量级嘉宾出场了 今天的嘉宾又是老拍档 是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开国工程 开台工程 一开始就是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常驻嘉宾 他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也是著名的DJ 长得也非常的帅气 然后也是线上商城的一个专家 来邀请我们的龙哥龙耀福出场 谢谢这个伟祥的介绍 我每次都觉得伟祥在介绍这个爱生活面子书直播的时候 完全就是一个代言人来的 你应该去拿代言费啊 OK好 大家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感谢你们在这个周五的晚上陪我们 一起两个来度过我们两个是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非常高兴我可以很荣幸的认识到伟祥啊 伟祥真的是很能讲然后他的分析能力又强的那种我每次跟他拍档我都觉得我非常的安心 OK那今天我相信今天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题目都不会让各位的观众觉得闷的啦 好在呃你看了这个新闻背后的我们除了解释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些现象之外啊也呃给我们一些呃 在直播的MCO3.0之前呼吁大家我们呃有一个save有一个投票就是呃你还相信政府的MCO3.0吗 呼吁所有的呃听众所有的观众踊跃投票在这个直播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呃得到这个投票的成绩 然后由我跟龙哥再来分析给大家哦龙哥所以你怎么看我们马来西亚又再一次迎来了MCO3.0 呃是的大家看到我大家看到我一身的西装我特地穿西装是因为这套西装太久没有穿了 那老实讲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大马的行动管制令啊已经进入了第423天哦 423天是一年多的时间了那现在的确诊人数是不断的在增加而事实上呃所有的呃 呃政府高官政治人物等等都明白那个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的那一种OK 而且他去向的是开始变种那这不只是马来西亚面对的一个情况这是世界面对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最新的一个新闻我们就看到了台湾已经开始呃疯狂跟惊慌是错的啊 再次面对这个管制啊之前他们是抗议到非常成功的 而新加坡这里啊我们的邻国也开始要进入了所国的一些传闻跟新闻 当然啊这些都是啊啊最新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更严重的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印度的新冠肺炎已经出现变种的情况 而且他是散播给全世界啊那现在马来西亚这里已经开始有这个印度变种的疫情啊 啊清晰了啊让我们啊开始觉得很担忧啊啊啊那现在已经没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病例啊 节节上升啊今天啊也是在四字头了啊四千多钟了那接近五千多钟了啊死亡人数也不断的创新高 之前我们的这个死亡率是非常的低的那我还记得去年我在评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还引以为傲的讲我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死亡率是很低的 OK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啊根据最新的一个啊统计啊啊呃卫生部的一个统计啊呃卫生部的一个统计死亡率是提高了啊 甚至是接近了这个43.2%的一个呃呃呃情况而且进入这个ICU啊这个紧急加护病房啊你不紧急的你不严重的你都不会被送到去那边的也是接近了哈这个卫生局的总监 你看到他的样子是越来越愁眉苦脸的啊你是发现到啊他也说这个ICU病房的那个床位已经是要接近98%甚至有些医院是已经出现了100%爆满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这个新冠疫情啊呃是不是不再是那种啊难来了是真的非常的严重 那最近也有说这个新冠疫情它的那个那个变种的情况变种的情况有导致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这一个那第二个情况 就是这个检测的时候 以目前现有的检测新病毒的方式 是检测不到的 那这个是印度变种的一种情况 所以你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也开始出现了 他一开始他被验的时候 被检测的时候是没有事的 但是过后没多久 他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这边刚好伟翔 我们刚才聊起来的时候 伟翔就有个朋友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如伟翔你讲解一下 对啊 在进入MCO之前 疫情现在真的很严重 刚才龙哥有提到 几乎全世界的变种病毒 什么南非 印度 英国 全部都已经在马来西亚 已经有病例了 所以这个病毒又已经 就是已经变形了 更强大 更厉害 更致命性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 刚刚龙哥有提到我一个朋友 就是大家最近应该也有看到新闻了 他其实才30多岁就是书 小书 我们都昵称他小书了 他的名字是书常国 他是新洲日报的摄影记者 他才30出头 可是他第一次去验 他发高烧 他第一次去验 验了之后 他怀疑自己 因为他属于记者在前线 所以他发高烧 他怀疑自己已经确诊了 已经中了这个病毒 所以他去验 结果出来的报告是negative的 既然是negative就回家自己隔离了 没想到他回家 发高烧越来越严重 症状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更加怀疑自己是中了 结果到身体真的顶不住了之后 大概七八天之后 他自己去私人医院去治疗 一进去 不久 医生就把他送去了ICU 因为他的冠病已经来到第四 第五级的阶段了 第四级就是要用呼吸器 第五级就是身体已经衰竭了 这两个level都是要被送入ICU的 结果他就昏迷了四天 在ICU待了八天 他刚刚进ICU的时候 还有发信息给我 还有发信息给我 我们当然是祝福他 也帮不了他嘛 当时他坐在轮椅上 整个人就是很虚弱 后来他进ICU的时候 发一个信息给我们 就忽然断了音讯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他 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 还特地去 一直去跟进他的情况 开头几天真的很critical 所以我在之前的直播 所以一个朋友在生死线上徘徊 说的就是小叔 他昏迷了四天 在ICU待了八天 在前几天终于discharge了 从ICU里面出来了 被治疗好了 然后昨天还是前天他出院了 但是满身伤 人也瘦了10kg 然后身带连声音说话都没有力 因为喉咙嘛 所以这个病情真的不要开玩笑 不要以为没有这么容易中 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力壮 只有老年人 只有小孩子才是高风险群体 这个病毒我们还摸不清它的底细 连卫生部都专门出一个公告 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你test了是negative 你就是安全的 请你还继续quarantine 因为很多的病例都是一开始test 是negative的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底细 而且越来越多的变种病毒 还会不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变种病毒 我们根本都不懂 所以千万不要待会尽心 我们老实讲不能寄望政府 为什么不能寄望政府 底下讲MCO的时候讲到 我们就只能靠自己 像我们出去吃饭喝茶喝酒 你的朋友中了 其实他不知道 他不是要害你 当然我们也有看到不少的害群脂 比如确诊了还去人多的地方 真的有这样子的害群脂 我所知道的人就有一两个 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些人绝对值得谴责 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么没有良心的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确诊 因为很多去验了 没有我没有事情 像刚才说的 有些是完全没有症状 一点症状都没有 结果他们去 这个病毒在一两meter之内 它的传播是非常的强的 你吃饭喝茶喝酒 是不可能戴着口罩的 所以就这样子被感染了 所以千万不要钓鱼 尽量不要出去群聚 尽量戴口罩 然后多洗手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保护好爱人 保护好朋友 刚才说我们不能指望政府 你看这个MCO 刚才龙哥讲到一点 这个MCO骂政府还是由我来啦 这个MCO马来西亚已经驾轻就熟了 已经来到3.0了 但是他要来宣布MCO还是一塌糊涂 SOP一大糊涂 一个坐车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一天一U转 连到底MCO是局部MCO 还是全国MCO 他都要用挤牙膏的方式 一天一遍 一天一遍 一开始是说只有SlangO 六个线 还不是整个SlangO SlangO六个线 KL没有 结果KL就被 大家都在笑 这个是什么白痴 想出来的真实 第二天他就说包括KL 再隔两天就说包括了Pili的三个线 新山的三个线 再多几天就包括关丹 包括槟城 然后到了5月10号的时候 就全马都MCO 所以你说这个政府 我们要指望他什么 他自己都告诉大家 他花了6000万来抗议 6000万啊 600个Billion啊 几乎是我们已经超过我们国家 一整年的收入啊 我没记错我们国家 一整年的收入才5000多亿 政府声称花了6000多亿 结果我们的疫情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 大家可以去 世界的那个ranking 有一个covid的meter 可以去看我们马来西亚 人均其实是处于最严重的国家 而且不止你花了6000亿 我们整年的收入给你花了 你还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你用抗议这个名目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你可以任意的动用我们的国家资产 任意动用我国的储费金 然后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核 你可以制定任何的法律 像反假新闻法 你根本只要你想做 你朝你出来 马上就会变成法律了 你已经变成独裁者了 而且是用抗议的包装来进行 但我们的疫情完全没有好转过 即便是MCO2.0 我们的疫情也从来 从MCO2.0 一开始四五千人 然后到三千人两千人 一千人从来没有低过一千人以下 然后又再爆发了 所以很多人会说不能怪政府 我们要怪人 要怪自己没有遵守 SOP 这一个论点我是不能够同意的 人民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要指望人民 然后你的政策不能达标 你的法律不能达标 你就说人民不合作 那我们要你这个政府来干嘛 我们已经给你变成独裁者 给你制定法律 给你制定SOP 然后你来赖我们 人民没有遵守法律 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执行法律 或者是你的法律 根本就是有问题的法律 这个才是根本的情况 更别提很多高官 根本都没有遵守SOP 像阿兹敏 最近阿兹敏回国 没有quarantine 没有quarantine就这样子回来了 我没有记错 他是去中东嘛 中东也有变种病毒 我不是揍他 我不是揍他 好死不死他带了变种病毒回来 怎么办 不是害死我们 所以真的是无能 除了无能 我想不到其他字了 请原谅我的匮乏 MCO是绝对有效来防治疫情 全世界都在用 像刚才龙哥说 连台湾一向来抗疫最好的支U班 前段的国家 最近也开始MCO了 虽然他们的名字不同了 新加坡今天由黄筛财他们的财政部长 新的财政部长也宣布下个26号 我没有记错是16号 今天宣布的也来限制行动令了 甚至比我们马来西亚的MCO3.0还延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 所有可以在家工作的行业都要在家工作 所以MCO是有效的 中国可以 当然中国它有封闭信息 但我们现在收到的消息是中国 它的疫情基本上是压下了 中国的杀手键是什么 也是MCO 我们马来西亚做了这么多次MCO 为什么都不会成功 从来没有压下过 因为政府无能 就是这么简单 交给龙哥 太生气了 来 是的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生气 因为这个政府出现了 这个在抗疫的行动当中 他们出现了虎头蛇尾的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 给人感觉做得很好 当然那时候他们也丢了很多钱出来 然后这个MCO1.0 做得很好 也把病情压制下去 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如此 当时候的某一定政府 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个评价 不过后来就越来越放松 甚至由于政治的恶斗 这个抗疫情的情况 出现了松懈的情况 OK 那松懈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简单的数据 你看我们这个最有效的 就是要接种这个疫苗 你可以想象到 自二月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三个多月 我们的这个接种疫苗的 那个速度 我只能讲用归速 两个字 归速 慢到没有的再慢的那一种 那真正接过疫苗里面 是百分之五巴仙 你就算他六巴仙 换句话说 每一百个人当中 只有六个人 是有接种过而已 这三个月的时间 他究竟在干什么事情 我实在是不太明白 然后这个疫苗没有去接种了过后 你也导致了那些民众 每个人都觉得 以为病情开始缓和的情况下 当然大家都要去做这个经济的活动 教育的动作 各种活动 那这个是 让民众以为 这个病情其实是没有了 而事实上 他在接种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少 就是说 每一百个人当中 只有五个人是有 接种这个疫苗而已 这个比例是非常的低 你比起这个 之前最严重的美国 OK 80% 他们接种的那个 人数已经是接近了 80% 欧美国家 OK 你说他很有钱 OK 他们就是很有钱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了 好不好 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 最近他的人口 虽然讲会老化 但是问题是 他们的速度也是25% OK 那连这个 比我们邻国最糟糕的 我们就不要讲新加坡了 这种人数是接近是 非常 接近是A的那个分数了 但是你看下 我们马来西亚才6% 然后几乎当时是全面的开放 OK 连那个教育部 你还记得吗 那个教育部部长 整个那个Apple Steve Jobs 这样来 他在宣布开学的时候 完全就是Apple Steve Jobs 那种现身 有PP 第一个种炫耀的东西 结果开学了过后 发生了多少个教育 跟滑小的 对不起 不只是滑小而已 也有过小 所有的学校 他们出现了这么多的cluster了 过后 这个教育部长 我们每个人都在喊他 你在哪里啊 这个人已经基本上是失踪了的 OK 我们这边乱骂他 乱鸟他 基本上他都不敢出来应付 有这样子的人来做政府的话 我是在 没有办法 我也要跟着伟翔这样 来跟他一起来骂 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的政府 这个我认识伟翔 真的 真的很 Gradia and Gaga 这个是最hot的hashtag 真的 全马最hot的hashtag 真的 除了Gaga 无能 之外 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我们应该第一个讲题就到这里了 在这里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很多独有在留言处反应很卡 但是我跟龙哥 其实我们看是没有卡的 我看龙哥没有卡 龙哥看我也应该没有卡 我跟华哥反应了一下 他也说他那边没有卡 所以我猜应该是 又是一个大规模的unify的问题了 因为真的很多独有 不是一两个独有 如果是一两个独有 应该是他那个区域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好 我们现在就顺势进入第二个讲题 华哥请换一下标题 我们第二个讲题就是YBB 杨宝贝的不死传奇 就由我先开始了 YBB杨宝贝有些独有 尤其是上了比较有年纪的独有 像我也是没有follow 杨宝贝 虽然我没有上了年纪 我才30多岁 但我也跟你一样没有看过 杨宝贝其实他 YBB YBB就是杨宝贝 他的英文缩写 是一个年轻人的网红 大概26,7岁吧 然后是蛮可爱 我不会说他漂亮的 是蛮可爱的 娇嚣玲珑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在网络是蛮出名的一个人物 因为现在 其实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不一样了 20年前像我的时代 甚至是30年前40年前 你在小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写我的志愿 我长大后了要做什么 以前的人 我那一代会说医生律师 然后再找政治家 再找一点像我父亲那一代 他们会说要当老师 会要当军人保卫国家 这样子警察 邮差甚至邮差 当然职业无分规见 什么职业都是一样的 个人想当什么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现在的小孩 我真的看到很多 有老师他们贴出来 小孩在学校写的 我的志愿 他们是要当什么 是要当网红 是要当YouTuber 是要当KOL 就是这些influencer 就是去网络上拍片来赚钱 而且他们这些网红 在网络上做影片的人 真的是很好赚的 一个月几十万都有 所以很多年轻人趋之落幕 YBB杨宝贝 就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网红 他有五六十万的粉丝 五六十万的追踪者 然后最近他陷入了一个大难关 他一开始是他企图自杀 他想要自杀 结果没有自杀成功 没有自杀成功 他就被警察抓了 被警察抓了之后 他的手机就交给他的信任的朋友 然后他信任的朋友 看了他手机之后 发现他里面涉及很多诈骗的事情 甚至想要绑架人 所以这个事情就全部爆发开来 所以整个事件的背景是这样 我说一下事件的背景 因为有些独有可能 有些观众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在他这个朋友 揭发了杨宝贝的这些诈骗行为之后 然后有做影片 他的这些朋友也是网红 他们都是网红圈子的人 然后杨宝贝出来了之后 当然他有道歉说 我不应该这样子做 我烂赌 其实他在被爆发这些丑闻出来之前 都已经谣传他欠很多钱 然后有骗人钱 一个包包拿去卖给十几个人 一个专业 一个YouTube频道 卖给十几个人来骗钱 所以他出来了之后 他就有道歉 他有拍一个影片道歉说 他会负起法律的责任 他会还钱 把钱都还给受害者 然后他会面对法律的惩罚 当然他不只是这样子做 然后他还有反击 他这些网红朋友 结果就掀起了千层浪 有报 我之前别说中国报了 中国报在网络上 甚至已经来到了一百多part来报道 在网络上来报道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之间的吵架 现在这些网红朋友说他人格很差 诈骗人什么 然后杨宝贝就反击了 所以有些人要跟他约炮 有些网红 然后对他做出猥亵的行为 猥琐的行为 所以就这样子网络 一直在那里攻防 所以很可悲 很多人喜欢看这样子八卦的新闻 当做连续剧来看 所以因为有流量 媒体也跟进进去 很多媒体都跟进进去 不只是中国报而已 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注目 所以这个第二个讲题 YBB不死传奇 就是杨宝贝他出狱了之后 认错了之后 因为他有很大的流量 很多的流量 很多人想看他 所以他竟然重生了 他出来工作赚钱 他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拍影片 就是找赞助商 而很多赞助商要找他拍影片 要找他做live 然后现在爆出来的价码 随便一个live都要几万块 随便一个影片都要几万块 单单是在Facebook发一个贴文 就要2500块钱 所以大家哗然 舆论哗然 为什么你一个做错事的人 还可以受到这么多人的热痛 还可以赚这么多的钱 我们的社会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所以背景我说完了 我说一下 我短短的说一下我的看法 就交给龙哥 第一关于很多人认为 杨宝贝为什么做错事了 还能出来的这个质疑 老实说我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杨宝贝是做工 他现在还没有被判罪 他还没有坐牢 他要做工来养家糊口 而且他也要做工来还人钱 你不能剥夺他做工的权利 每一个人本身做工的权利 就是在宪法里面所保障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你的权利 即便你犯过法 即便你做错事你也可以做工 但很不巧他的工作就是网红 就是来面对群众 就像艺人一样 当然像在中国你艺人犯错 就没有人请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悲的情况 杨宝贝他确实犯错了 他也想要做工 他也要做工 这个我们不能苛责他 难道我们要他犯错了之后 我们就要你死 就不让你做工 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这个人一生就完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而且杨宝贝也没有被判罪 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权利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他的 大家不要住大海 不要管这么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刚刚也说到可悲 原因就是在这里 确实他出来了之后 很多商家去之落幕 当然可以说是给他机会 可以说是给他机会 但也很多人批评 其实你这样子是不是变相 endorse他的错误 他犯了这样子的错误 你还给他机会 这个是见仁见智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认同这样子的看法 但其他人有这样子的看法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我想要讲的是 为什么这些商家 还会给养宝贝机会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们这些爱骂又想看 想看又想骂的人 一直在追踪这个新闻 一直在追踪他们的口水战 一直在追踪他们的吵架 正因为你们的追踪 给了他巨大的流量 所以商家看到了这个流量 流量就是钱量 当然就使用它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 不应该给他机会 那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 unfollow掉这个新闻 不要再贡献任何的流量 给这条新闻 给这些网红 那他自然就没有 就不能 就不会有人请他了 所以你要明白 整个事情的本质 虽然我不认为 我们不应该再给他机会 我认为应该给他机会 但是如果你认为是不应该的 其实你就不应该 再follow这个新闻了 是这样子 交给龙哥 等一下我才补充 是的 韦翔我非常认同你的 这个就是他一天还没有被定罪 其实他根本都没有算犯法的 如果你说他是骗钱 怎么的 或者是有欺诈的这个行为的话 报警 OK 让他进入这个刑事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方法 这件事已经闹得轰轰烈烈了 警方没有办法去盖这些事情的 OK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 这个YBB的课题 他绝对不是杨博博博 OK 但是他身为一个人 我们应该去尊重他 那其实老实讲 这个YBB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演变到今时今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又出来 重新再来 做销售的等等的东西 那我总觉得他的这个勇气可嘉 真的是非一般的人才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来的 那古时候 有一种叫做游街示众的惯例 就是当这些官老爷判罚了过后 把这些犯人推到去街上 悬挂各种各样的罪行 游街 就是要跟大众起到震慑的作用 OK 那游街过后 这些以前没有太多娱乐的这些民众 就对这个犯人指指点点成为民众 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课题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升级版的 现代版的游街示众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牵涉在里面的 但是在网媒上每个人都是用道德的标准去审判他 去侮辱他甚至出言去侮辱他 OK 这个真的是一个升级版的游街示众 我是作为一个同理心一个人 看到另外一个人被人这样子来游街示众 他就几乎是给人家拖到干干净净 然后给人家去骂 给人家去讲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在这边的心理数字是很强 当然他也有自杀过 然后这种是自知死敌而后称 我希望是这样 毕竟他是一个人 那突然之间就每个人 他的这个臣民的代价是很不小的 你可以看到那种一层百彩 疯狂的审判他 凌辱他 甚至起底去讲他的朋友 有亲戚关系的 祖宗十八代的 自称一个关系图来鞭策 这个人突然间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过街老鼠 人人都要去喊打喊杀他 那正如刚才伟祥所说的 你理性来看看 他们就算是有错 案件都还没有送到去法庭上受审 就把这个嫌疑人游街示众 我们平时讲到满嘴的人意道德 这些网民讲到自己有多么的 高尚的一个情怀 那事实上 你这样子的这种 法律完全是 不把人当成人来看 连基本的尊重 法律的基本的精神 像刚才所说的 基本的法律精神 都不懂而去疯狂的鞭策他 定罪他 甚至 有人讲要杯葛他那些商家 我是觉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 老实讲 每个人都很享受这种游街示众 喜欢看 OK 践踏人家 但是你不担保哪一天 我们自己不会出现在视频里面 你喊这个社会有问题的 我只能说 我只能默默的跟你说 这个社会本来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 那我把这个时间交回给这个微箱 龙哥刚才讲的很对 网络绝对不是一个公审审判他人的平台 为什么 我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在使用 我们有言论自由 你要去批评 凌辱 骂他人 这个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要注意你有没有犯法 你在网络霸凌他人 其实是会有触犯一些法律的 比如通讯多媒体法律 然后你叫他去死 也会涉及羞辱 羞辱他人的行为 或者是教唆自杀的行为 这些都是刑事法 所以要注意自己有没有犯法 但你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但你要清楚明白 网络不是一个审判的平台 原因很简单 A说A有理 B说B有理 A有他的证据 B有他的证据 可是你看现在两边网红 他们竞相贴出他们的手机聊天的截图 但我告诉你这个手机聊天截图 我要做 我一天可以做一万张出来 非常容易做 你只要去download一个 WeChat微信生成器 或者是WhatsApp生成器 然后就可以 生成任何人的头像 任何人的号码 然后自导自演来做 所以你看你贴出 别人贴出一个似是而非 根本不可以审查 不能够审查的截图 你就相信他就跟风去骂 然后这边又贴出来一个 你又相信他又去骂 所以你贡献了流量给他们 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 只有法庭才是可以检验证据的平台 你说他性骚扰你去报警 然后把性骚扰你的文字 交给警察去审查 然后由法庭来检验 这个是不是genuine 是不是真的 所以千万不要在网络做判官 因为网络根本就不是一个 用来审判的平台 因为不能够检验 我们在法庭上可以交叉盘问 cross examination 交叉盘问讲话的人 你在网络可以交叉盘问吗 他根本不用回答你的问题 他第二天又炒作新的东西了 所以这一点千万要明白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法律是约束所有人的 所以我刚才说你可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 但是你要留意自己有没有触犯法律 所以法律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所有人都要遵守 但道德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强奸 开玩笑的这个事情 爱因他被人攻击什么 没有带头巾 他的校长这样子说 说他是亚纳 魔鬼的孩子带头巾 你没有带头巾你是魔鬼的孩子 这样子的道德标准你可以接受吗 我是百分百不能接受 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也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道德标准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你不可以拿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他人的身上 如果你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你就跟这个校长其实是一样的窝窝 一样的低劣 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带给杨宝贝机会 那你就不要follow他 你有你自己的道德标准 你的道德标准不能够忍受这样子的行为 我尊重你的道德标准 but please不要把你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他人之上 不然你跟其他极端分子是一点差别都没有的 这点永远要记得 法律才是客观的衡量标准 别人没有遵守法律 你可以大骂尔特骂 杨宝贝他犯法 你可以骂他犯法 但你不应该强加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他人身上 因为道德标准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你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定到很高 像诸葛亮一样宁静自远 淡泊明智 诸葛亮说得非常的好 这个流传千古的名言 但不是每个人是诸葛亮 我可以是忠诚的 有些人是低一点的道德标准 只要没犯法 道德标准都是用来约束自己而已 请大家记得这一点 然后最后要讲的 很多人会怪罪媒体 说媒体 比如中国报 当然不止中国报 其实很多媒体都有去追踪这个新闻 但是中国报是做的最特殊的一个 几乎每一个post他都有报道 很多读友会 我都不要follow是中国报一直post出来 其实你错了 现在的Facebook Google全部都是大数据 都是AI 你想看什么 从你的观看的时间 你点击的频率 他都可以知道 他一直推这些新闻给你 就是因为你想看 像他就从来没有推给我 我也有follow中国报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再follow这个新闻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不应当的 不要把流浪 流量投进去 只要有流浪 这个东西就永远都会炒作下去 永远都不会到一个完结 因为很简单 流量就是金钱 沙头的买卖有人做 亏本的买卖无人做 只要有流量有钱 绝对这个东西还会再继续炒作下去 所以中国报还是其他的媒体 甚至是这些网红 他们都会继续炒作下去 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帮凶 不要去贡献 然后第二 你说媒体耗费了很多资源 你骂媒体 比如中国报 耗费很多资源 来追踪这个事情 其实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中国报 我是有订中国报 因为我本身也在中国报有专栏 中国报其实在它的实体报章 从来都没有一开始有报道 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新闻 之后所谓的100part 110多part 没有一个part是在报纸实体上有报道的 我看了真的是没有 所以他只是在网络上一个小片 网络上把这些东西揭图下来 然后写一个短短的贴文 就只是在他的Facebook page那边发罢了 所以他其实没有耗费很大的媒体 他是用小本来搏大力 因为他这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带来很多的流量 大家可以去中国报的网上看 杨宝贝的这些报道 都是当天24小时最热新闻 前10名至少有45个是他的新闻 所以回到原点 其实是大家推播出栏 助栏出来的 我当然不是说在听着 听着我们iLifePost 爱生活专业直播的听众 全部都是很有数字 我相信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说的是那些网民 算民 所以还是那一句 不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强加在他人身上 龙哥有要补充的吗 是的 最后一个要补充的 就是我非常认同你 他们如果不是平时有看 在Facebook有看这种 八卦跟偷窥人家的 这种新闻的话 他根本是不会展示出来的 这个是Facebook的algorithm 这个非常认同的一些事 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课题吧 我们不再讲养宝费了 下一个课题 最后一个讲 对了 这个课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严重 因为毕竟我目前也是在 修读这种理财的一些 理财规划师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理财的 那个观念是这么的糟糕 你穷或者是我穷 我穷真的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理财观念实在是太糟糕了 你要明白你最近就是年财政部啊 也是有公布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月光族 他们的这个储蓄啊 是支撑不到三个月的 有些人在他的银行户口 2000块的拿不出的那种 有些人的EPF户口 才有那么的几万块而已 每个人都要再提出来 那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理财的一个观念那边 我不认为是马来西亚 很多人已经到了三穷水晶啊 必须要拿出他的老本跟棺材本来生活 我并不相信 OK 而且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当然是有少数人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他连EPF他都不拿出来的话 他真的是没有钱开发 没错是有 这个是极度不少数的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的人拿出了800亿出来 这个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数目啊 他比你GDP啊 接近你每年马来西亚的一个GDP 全部的拿着他的老本出来过生活 那很多人这个的最大的问题 我是觉得理财是一个每个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的教育啊 从小到大都没有教我们理财 像我接近了40岁人 我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学懂理财 跟你学校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观众 有些的确是很厉害很优秀的人 他们很早的懂理财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幸运 是可以得到这些知识的 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差别在于 他们对金钱的这个思考的模式 他们都会想要用 先洗先用掉现在的钱 然后这个他就宁愿他不要去影响 去改变他们的习惯跟行为 所以当政府一宣布这个缺口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提EPF来一复生活的话 大家反而是踊跃的去提款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种心态 其实很多人他不明白 学习这种财务知识跟理财 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 即使我们低心的或者是穷人的 或者是你现在是为了钱苦苦挣扎的 你更加应该学会理财 那理财要怎么样子开始做 这边只有三个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第一个看看你的收入 如果你的收入开始减少了 当然你就要去审视你自己本身的支出 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是可以减掉的 我看有些人以前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他们借了这个高等教育基金 就是BDPM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他们是出新车的 不是出摩托或者是只要一个二手的 代步工具就好了 是出一辆当时候是堪秋了 堪秋的一个新车 完全是崭新的一个新车 暴露了自己年龄啊 不好意思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 我是觉得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都没有这个观念 韦翔你怎么看呢 完全同意龙哥所说的 理财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而且现在所说的理财不只是存死钱 当然我们要存钱 要储蓄 这是我们东方人的一个观念 但是储蓄现在的低利息 其实你等于是在萎缩你的钱 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龙哥刚才讲了 我就不补充 所以大家或多或少一定要知道如何理财 然后这个800亿公积金被提出的新闻 其实在龙哥 不是龙哥 华哥在今天把讲题发给我的时候 我是没有注意到这一个新闻的 这一个新闻是我们的 Zaflu 我们的财政部长 今天表示根据公积金的数据 共有640万人 听清楚640万人提款超过570亿令吉 然后530万人提款了208亿令吉 从EPF里面 从我们的KWSP里面 就是从去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 I-Lestari里面来提钱 所以两个加起来 总共是1170万人提出了778亿令吉的钱 这778亿令吉 我还特地去找了资料 我给大家一些数据 这778亿的钱就相当于EPF一年的总收到的钱 大家都知道我们全马来西亚的工人都要交EPF的 政府有法律规定 所以EPF是最money rich 最有现金流的一个基金 因为每一个雇主 每一个工人 每个月都要把10多巴仙的薪水上缴给他 由他去管理 他一年可以收到800亿 但他单单去年财政预算案到现在的I-Lestari 就提出被提出的778亿 整整一年的收入完全没有掉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一家公司 他突然少了一年收入的现金流 等于今年完全是白做了 一分钱都没有进来 你一样的工作 一样的投资 一样的付出 一样的努力 但一分钱都没有进来 这间公司会怎样 即便不倒也是一个重创的情况 所以在我谈这些人提前的情况之前 我们先想一下公积金所面对的情况 所以公积金 我相信他现在也是非常的远近 当然我们的公积金很有钱 assets的话大概有5000多亿 5000多亿 非常多的钱 所以它是我国最大的基金 但是不管你多有钱 你少了这个800亿的现金流 对它都是一个重击 如果我们的EPF真的出问题 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EPF出问题 如果我们的EPF出问题 就等于我们的国家破产 你因为绝大多数的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大企业 其实幕后的老板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公积金 比如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南北大道 南北大道最大的老板就是公积金 还有许多的商业银行 包括Bank Right Yard 这些他幕后的老板都是EPF 所以EPF现在是处于一个很令人忧虑的情况 真的 所以我记得在 I like post的直播 去年12月财政预算案推出这个配套的时候 I like study的时候 我本身是不支持的 我也有讲 大家可以找回去看 因为其实第一 大家真的没有钱 不能过这个疫病的情况 疫情肆虐经济受重创的情况 你还要我拿我自己的钱来救我 这个本身是错误的 而且这个是未来钱 我退休了之后我要用来养老的钱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然后第二 他会重创了EPF的现金流营运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今年2021年 明年才会宣布新的派息 然后明年宣布今年的派息 应该又会再滑落 今年已经滑落了 跟去年比 应该又会再滑落 所以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然后对于个人而言 我要读出来的数据就更惊心动魄了 我特地找一下2019年的资料 马来西亚总共EPF有多少会员 大家知道吗 根据2019年的数据 有1418万900018个会员 2019年10月的数据1400多万 大家记得我刚刚说有多少人提前出来了吗 1170万 算一下差不多 我没有用Calculator算了 差不多是80%的人去提款出来 这个是一个多下人的数据 难道这80%的人真的都不用公积金的钱 就不能裹付了吗 我不相信是这样子的情况 龙哥刚才有讲到 其实iLestari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股票市场 关注一下金电 当时Facebook都有很多的照片 金电都是大牌常用的 这些人在用自己的未来钱 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钱 是未来自己保障自己退休后生活的唯一金钱来源 你连这个钱都拿来用 就跟我们批判政府把他的棺材本 他的信托基金拿出来用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但很可悲 80%的人 1170万的人就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当然我不排除 有些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不拿这个钱他就无法养妻活 无法吃饭 这些人当然应该拿 不可能要他去死 我未来钱我现在都活不了 未来是我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我把未来钱拿下来用 但很可悲像龙哥所说 很多人都不是处于这样子的情况而去做 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然后还不止我大概research了一些数据 马来西亚1400多万的公积金会员里面 有71%的人公积金是少过5万 71% 70%的人是少过5万 然后 有43%的人是少过1万 所以 80%的人提款 有70%的人少过5万 而iris study可以提1万 43%是少过1万 所以意味着什么 有40%的人拿了这1万出来 一分钱都没有了 在公积金里面 有剩下的30多% 30%拿出来之后 他只剩下3、4万块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忧心的情况 当然我们现在不会面对爆发 但20年之后 这些人要怎么过火 一分退休金都没有 他要怎么过火 这个是埋下一个即使炸弹 我儿子现在才2岁半 20年后 就是这一群现在提前的人 一分钱都没有在公积金的人 他们要面对这些压力的情况 大家可以想一下 30%的人一分钱都没有 整个社会会处于怎样的动荡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令人忧心的情况 所以 我也谢谢我们的新生活报 把讲题定为这个 如果不是他定下这个讲题 我都不会注意到这个5月12号的新闻 财政部长公布了这个情况 800亿 778亿被拿出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已经可以预测到30年后 这个即使炸弹爆发的时候 马来西亚会多么的动荡 多么的凄产 真的是 是 龙哥你怎么看 是的 到时候年纪又大了 这个退休金又没有 那个医药费又多的时候 那这些人才是他最痛苦 在最三穷水尽的情况 那很多人也会说 正如这个iLife所提出的这个课题 也是具有这个引导社会 教导社会 我们也希望在这边 给一些资讯 各位网友 有知识性的网友 你们就在收看着了 那希望你们把这个资讯 也告诉你们身边的朋友 这个公寄金要非常的小心的去处理 飞到三穷水尽的时候 也不要动用到自己的棺材本 OK 那如果你真的是面对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债务 你认为是必须要动用到公寄金的 那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建议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政府旗下的一个叫做AKPK的一个机构 这个AKPK的机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 而且是可以协助你怎么样子去重组你的债务 他们并没有跟你收取任何的钱 如果你觉得你的债务非常的压力 非常的重 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跟Avise 同时他也可以代表你去跟一些银行机构 或者是一些你欠钱的一些机构去跟他谈判 以政府的角度去跟他谈判 来给你一个缓和的一个时间 不是不还 不要以为说去到那边就讲 林北是不准备还的那种 OK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可以协助你 因为你自己本身去的话 他那个债主可能不拆你 但是如果通过这个机构的话 他是可以协助你 这个东西在报纸上也登了很多次 或者是在媒体上也宣传了很多次 很可惜的 他没有这个杨宝贝将爆炸性的课题 导致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却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在这里我已经有一个attachment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没有在这个FB这边 或许我把我的这个AKPK的一些资料放出来 放在这个FB的comment里面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去联络一下 了解一下是中文版的 可能需要华哥这边帮忙可以吗 这个是AKPK的中文的一个讲解 至少你在山穷水晋的时候 还有一个机构是可以值得你去咨询的 而且是免费的 我要强调一下免费免费免费的 如果你不会理财不用紧 这些AKPK的专业人士是可以跟你规划一些债务 或者是你怎么样存钱法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问问题的环节吧 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拿出来 龙哥在问问题之前 我收到了华哥的成绩 华哥发来的成绩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survey的结果 我们才进入Q&A环节 就是你还相信政府的NCO3.0吗 必须相信的选项只有4%的读者投了 就是51票 不再相信是22% 就是267票有22%的读也不再相信NCO了 只能靠自己73% 一面倒有870票 龙哥你怎么看这个应不应该相信NCO的结果 是的正如刚才我们刚才有讨论到的就是这个NCO是一个斧头蛇尾的一个现象 一开始的时候是做得很好 那他的民意也因此增加了不少 不过后来因为政治的斗争 然后各方的松懈 再加上一些白痴高官啊 我只能这样子来讲真的是白痴到没有的在白痴的自己本身都去违反了这些SOP 同一时间不会管理整个政府的体制导致了全面性的爆发 而全面性的爆发了过后 那这个去处理问题的也开始climb carbon也变成了混乱出现了这种SOP 今天讲一个明天改两个的一种情况 所以民众对这个NCO或者是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 这是情有可言 而且是非常正常跟合理的 没有人会对这种混乱SOP这个疫情突然间爆发 然后连SOP的那些准则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政府充满的信心 那在民众这方面只能不断的去靠自己 尽量去扫出去 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别出去 或者是大规模的接触人群 这是我的一些想意见 伟箱交给你 这个投票结果是意料之中了 因为老实讲 现在的MCO也已经不是MCO了 MCO其实最主要的成分当然是限制行动 因为你限制行动 少人出门 病毒就不能传播 病毒不能传播 你确诊人数自然就会下 因为你要有人才能传播 人没有出门 你即便确诊了你在家 你就传染到你家里的人 你没有出去 你永远不出门 永远都不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确实是有效的行为 但是MCO不能只停在你限制人的出门而已 你限制人出门了之后 你必须要找出所有确诊的人数 所以你看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新加坡还是台湾 只要他一宣布MCO 他就会大规模的进行筛建 把这些还没有找出来的确诊患者 这些定时炸弹 这些无症状患者 这些不知道自己确诊的人找出来 然后治疗他 隔离他 然后在这个14天或28天的期限之内 过了传染期之后才放你们出来 这样子这个MCO才是有效的MCO 但我们的MCO除了MCO 一是真正的MCO 有做到极大的限制大家出 MCO2 MCO3 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 甚至新加坡还比我们远 新加坡的最近爆发的案例 远远低于我们上百倍 可是他们还比我们严厉 所有可以在家工作的都要在家工作 马来西亚呢 基本上所有领域都开放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你MCO根本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而更严重的情况是 为什么我们的MCO一直没有效果出来 因为你没有做到他的配套措施 大规模塞间 把这些即时炸弹找出来 你根本都没有去做 你的MCO就只是为了 这个病要一个确诊的患者 一个带军者 没有被找出来 MCO一过去之后 这个人他可以传染几千人 而几千人又可以传染几千人 只要有一个人就足够了 我相信大家知道 乘二乘二乘二 只要你乘三十天 你拿一乘二 一乘二是二嘛 然后再乘二乘二乘二乘三十次 就是二的三十次方 二的二十九次方 你就可以达到十亿的情况 所以只要两个人 他每天传染多一倍的人 二十九天之后 一个月之后 就可以达到十亿人的规模 所以这个病毒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了 可以预见这个MCO也不会有什么功用 除非政府真的做到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人民不幸福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好 我们这个survey的看法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华哥 我们选几道问题上来 华哥要做工了 第一大问题 各位 这么多人去公积金提款 是否对政府没有信心 华哥 你去拿公积金 跟政府没有太大关系的 最主要就是自己花钱的态度 当然你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可能大环境 你说政府管得不好 导致这个经济环境很差 影响到你的收入 你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拿公积金出来用 是你的选择 你要拿出来 或者是不要拿出来 你要把你的这个支出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AKPK 如果你要去学习一些理财的知识的话 这个是似乎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能力 多于这个政府 国外独有的看法 其实我确实 它确实可以是其中一个原因 也有不少人有跟我讲过这个看法 就是怕政府破产 政府破产 或者是EPF破产 两者是一而一二而一的 其中一个破产一定拉垮另外一个的 他们减不断理还乱码他们的关系 他们怕公积金破产 所以再想30年之后 我才能用这笔钱 我要退休才能拿出来 要吗 倒不如现在有机会拿 我先拿出来 就算我买黄金买股票 收着也好过给他收 所以某种程度 确实也是一个对政府 没有信心的体现 但是马来西亚要破产 没那么容易 老实说没那么容易 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常的多 我们天然资源丰富 我们不像希腊 那样子的国家 所以没那么容易 至少在现在来忧虑马来西亚破产 我认为是一个其人忧天的事情 当然政客一直会跟你说 马来西亚要破产 林冠英说过 林吉祥说过 可是他们上了 当了政府之后 安华也说过 他们当了政府之后 就说yes 我们的经济是很强劲的 没有破产的问题 Najib他下野了之后 也一直拿这个来嘲笑 你们一做政府就不说破产了 就说我们经济很强 这个就只是一个政治话语 至少在现在 在我看来 马来西亚会破产 还没有任何的迹象 我担心我们自己破产 多过这个马来西亚先破产 我们先照顾一下 自己的这个理财的情况 对 那我们看看 还有其他的问题 明冠冠 昨天新山发生 马来西亚烧乱 示威者拉着 Gradia Ankaga布条 越来越多马来人 面对经济压力 很多马来选民 期待大选的到来 请问两位评论员 有何看法 龙哥 首先这个烧乱的事件 OK 那Mr. Chong 你的这个看法 是从马来人的角度来看 那我本身的 不太熟悉 这个马来人的一个群体 但是马来人的朋友 在Raya的时候 我们在线上这样子 聊一下的时候 的确是像你所说的 他们我们面对经济压力 他们也不会逃过这个经济压力的 甚至他们的面对的经济压力 是更加的严重 所以在经济压力这个部分 没有分马来人 华人或者是印度人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马来选民很期望大选的到来 这个我就有一点 值得怀疑一下 首先没有这个这方面的数据 那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疫情的方面 每个人已经在 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对于政治这个情况的 混乱或者是无助 是非常的失望 倒不会说觉得 期望大选来到 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明白 大选并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 是这个疫情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去重组 重新发动这个国家的经济 我认为这两个 才是现在每个人 比较慷慎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想一下 大选过后 这个疫情并不会突然间 就被解决掉了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我的看法跟龙哥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好补充 这个经济压力跟想换政府 对政府的不满 其实是不分族群的 我们大家面对的情况 都是一样 这个不是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情况 华人住城市 马来人住港风 以前你在吉隆坡 看到车看到房 就已经是华人的 现在不是 马来同胞的 印度包括印度同胞 他们的生活水平 他们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知识分子 都早已经追上来了 华人不要再有这个优越感 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还有问题吗 华哥 最后一道问题 最后一道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郭优亮 我们的老朋友 两位评论员 从你们 从你们观察的角度来看 政府毫无预警宣布落实MCO 3.0 是不是真的对抗疫情 从今年一月颁布的紧急状态至今 似乎没有看到改善的迹象 再加上政府宣称只是一个统一的SOP 两位怎么看 是不是对人民开始厌倦 尤其是最近防疫SOP被招令吸盖 如Roti Canai翻来覆取呢 龙哥 蛮长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 问人民是不是对这个SOP没有信心 这个SOP 这个MCO 3.0 是不是真的拿来对抗疫情 这个MCO 3.0 我认为政府是被逼 真的是被逼要走到这一步 当然他们的这个行动也非常的缓慢 因为他们考量的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政府的这个钱的确他们也面对很大的压力 因为之前MCO 1.0跟2.0 他给出的援助金等等的一种措施都使用了不少的钱 甚至要动用到一些国家的一些基金 然后去把钱提出来 那现在MCO 3.0 你是看不到首相在上这个直播电视了的 因为最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钱 可以怎样子派给大家了 再怎样子刺激下去 而且再加上疫情反反复复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SOP等等的情况 都造成很大的民怨 OK 瑞香呢 其实MCO真的是政府的无奈持取了 他第一他无能 他想不到什么可以运用的方法 即便他想到他也没有能力去执行 你有一个很好的方案 但你没有执行力 你执行出来就是半汤不水 就是Lotichanai 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很可悲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 所以MCO当然他是为了抗议 或者是为了让大家觉得他是真的有在抗议 但结果都是天不宠人愿 原因就是在这里 还是回去那两个字无能 但是我必须公允的说 我看到开兵其中一位独有的留言 非常的正确 无能的不只是政府 在野党也是同样同样的无能 政权没有夺回 大家想一下之前成立的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 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摆设品 在野党不应该加入 在野党加入了 大家想一下这个所谓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出现过在新闻几次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 现在在野党自己又推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 你当初来加入这么 你平白给了紧急状态一个合理化的焦点 所以在野党也是无能 把大好的局势把自己的政权给丢走 所以很可悲的是政府无能 在野党无能 所以我们人民只能自己直升 这样子的情况就出现了 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最后给龙哥总结一下吧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一个小时17分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有到1500多人 在给龙哥做最后的总结之前 呼吁大家分享点赞今天的直播 邀请更多人来看 然后我们的iLife Post的这个直播 也已经有广告配套 想要打广告的朋友 可以联络我们的iLife Post专页 龙哥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 我们的总结就是 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没事不要乱跑 能在居家作业的是最好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不要随随便便 把自己的棺材本拿出来 如果遇到任何债务的问题 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 去走的 这个世界还是很完美 不要想不开 你去表演自杀的话 并不像杨宝贝这样幸运 可以给人家救回来的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傻事 OK 世界总是有关了这闪门 总是有另外闪门为你而开的 那交回给你一下 好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 今天我们也超时一点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1500位独友 大家晚安 记得我们每个星期五 都有我们的正经八百 谈食事说人话的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帮我们点赞 帮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